亲爱的宝贝女儿 其实爸爸心里有个小愿望 希望能追着你跑 陪你长大 和你一起坐上你最爱的云霄飞车 但是爸爸160公斤的身体太沉重了 限制了所有我想陪你做的事情 体力也越来越低不重心 所以爸爸决定要改变自己 为了你 我要活下去 从159.3 到现在是今天聊至88 大概一年 会做这个手术 一点一点发现之间 好像真的不行 爸你要去哪里 你要吃什么 你想做什么 你都会先一体重考量 不先 去哪里玩你会考虑到 会不会没办法走那么久 然后变成大家都会 你会拖着大家的行程 所以久而久之你会变成 你会不想出门 比如说我想要带我女儿去游乐场 那我永远只能陪她做那种 选择任务 因为那种就是不要做 我就是在旁边 可是如果现在的话我就可以做 我只是像余校飞车 我可以陪她上去玩 现在我可以追着她跑 对啊以前 之前100、120的时候也是可以啦 可是后来又 严重到150几的时候 当然就 只能看着她欺负我 后来 这段路上就写 我想活下去 因为很胖啊 自己 很多事情不能做以外 其实真的不知道 会不会突然怎么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 就是一定是 满意是一定你满意 还是 你说现在这个体态满不满意 其实 还是会差别在一座 肌肉量没那么高 所以体型没有那么的好看 对啊 所以还是有进步的空间 妈妈变得很瘦 她现在跑得很快 会进去可能 但是我只能成为 好 好 嗯 好 好 好